各位大家好,我們今晚又來上課 都是講ICT4 課程中的HTML 上一次我們講了Image Slices Image Slices Task 070 講了Image Slices 這件事 我們可以把元素表按鈕 其實這裡有一張大照片 按鈕按鈕去打開超連結 但你要留意這個元素表 我們上課講的Image Slices 是用Photo Impact把它刺開 刺開之後你如何能夠合併 其實背後是一個Table 當你看到一個Table 其實它有一個限制 就是切角的形狀 就是由Rows和Columns組成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其實是一個Table 一定是由長方形去組成 這就是上次Image Slices所講的 至於形狀是長方形 也限制了Image Slices的應用 今天我們也會有第二樣的做法 第二個做法是Image Map 叫做Image Map 在這裡打開它 我們看看Image Map 這個Image Map的特點是 它只有一個公仔 只有一個公仔 OK?一個公仔 在這個公仔上課 我會畫了一些Clickable area 一些Hotspot 然後我卡下去 我彈開了 看見這隻眼 我會打開 因為我現在不需要弄很漂亮 所以我就這樣打開另一板 寫著這個網頁 你看到這個圓圈 這個圓圈的面積 的位置 其實是這張照片 我們特意設計了這個形狀 你卡下去就會有隻眼 你留意 這個不是一個Table 的其中一個Cell 這個是在一張照片 我們並沒有把它切開 而是在照片上 定義了一些Area 我們看看原子檔 這張照片只有一張 就是Diagram.jpg 就是這張Diagram.jpg 只有一張照片 OK? 只有一張照片 在網頁裏面 都是只有一張照片 不過我們在照片上 定義了一些 叫做Image Map Image Map 在裡面能夠定義 圓圈、長方形 或者是Polygon 畫下不同的座標 然後這些的一個範圍 就是你能夠Click 在一個Clickable Area 一個Hotspot 定義了之後 你就可以放一個A-Tag 放一個A-Tag 入去裡面 OK? 那你就能夠Click 例如我Click了之後 我去看眼、腳、手、身體 這些的位置 好 我再示範一次 例如身體 你會看到我Click的時候 是否設定了這個Area 這個就是我剛剛選擇了一個Polygon 這個Hotspot的形象 是一個Polygon 如果我選擇手 也是一個Polygon 雙腳是一個 長方形的Rectangle 我會跳到這裡 我們用這個方法 只有幾張照片 只有一張照片 和上次不同 這個叫做Hotspot 整張照片 將它分開為Image Math OK? 和上次的處理方法不同 考DSE的題目裡面 兩樣都會問的 亦都有這樣考的 就是Image Math 和Image Stasis 整個運作就是這樣 今堂的目標 就是要你明白如何製作Image Math 如果你明白了剛剛的示範背後的原理 你可以先舉舉手 你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問題 你可以開啟發問一下 我抄了檔案給大家 裡面有一條超連結給大家 你們可以直接走到這裡 去看Image Math 這裡也有說到 Image Math You can add collectable areas on an image 可以嗎? 這裡也有說 你看到Document裡面 就會有提到這件事是怎樣做的 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要再加多一件事 我們大家一齊來了 打開這個檔案 一齊 我們打開剛才你在 你自己下載的這個seep檔 大家現在打開它 打開了之後 我們來了 有幾件事我們會講解給你們聽的 阿Sir 這些coordinates 你是怎樣做下去的? 如果我們在電腦室上課 如果我們在電腦室上課 我們就會用這個軟件 我們會用Gene Waver這個軟件 就能夠做的了 我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因為大家在家裡 你們不能用這個軟件 所以這個軟件也不知道 是否可以免費下載試用版 其實就是你插了一張圖 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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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譬如這個形狀我會這樣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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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完了 然後再進入連結、進入target 那它就會幫我產生了這些座標出來 如果我們要改的話 我們會在這裡改 就是改這個hyperlink 的位置 我們平時寫hyperlink 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A tag 然後要打Href 我們在這裡也一樣的 打回你的網頁 然後target 有沒有同學記得brand是怎樣的? brand是怎樣的 有人記得呢? 阿峰在這裡 周啟峰 記不記得這個brand是怎樣的? 周啟峰 是空位嗎? 什麼位? 是嗎? BRAND的空位 BRAND是在一個新的tap 位裡 打開你的網頁看的 可以嗎? 或者在一個所謂的新的視窗 所以當你這樣鍵下去的時候 再到這裡 當你鍵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開了一個新的tap 來看剛才那個超連結指定的目標 OK? 當然這個target 我們上一課就說了 hyperlink的target 不是只有brand的 你可以用self 在自己的版 或者在一個iframe的位置打開它 好了 這裡我們就看了這些座標的意思 看了超連結 看了target 為什麼要放一個alternic test 進去裡面呢? 為什麼要放一個alternic test 進去裡面呢? 是因為有一些視像人士 當他們看這個網頁的時候 有些軟件會幫他們讀出 這個網頁裡面的超連結的位置 究竟會跳去哪裡 他們未必會看得清楚你的公仔 他們就要靠聽了 所以我們也會在超連結 凡是超連結 我們也會加分一個alternic test 講解一下這個超連結 其實究竟是用來做什麼 跳去哪裡 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問題 其實今晚要講的 都差不多講完了 因為你上一次做過image slices 今次的image mat 就相對地變得簡單了 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會講功課 如果你明白的請你舉舉手 有問題請你發問 我想問怎樣在那張圖上 如果我沒有dream ever 如果你沒有的話 是嗎? 是 如果你沒有的話 最簡單就是做circle 進入中間座標 然後加一個radius 長方形都可以 那我怎麼找座標 你猜猜猜猜 對 因為你有一張照片的大小 是300x359 你舉個例子 你在photo impact 這裡 你自己可以看到 你看到左下角有個座標 你看到左下角有個座標 是 你用其他圖像軟件 協助你找出這些座標 然後再放上去 當然你這樣做的話 就會是 一定會沒有那麼有效 但你 可以直接給我們 那個motherboard 可不可以直接給我們 我給你一個motherboard 那個motherboard 我給了你 其實 先看看 裡面有沒有給到座標 沒有 沒有 沒有給到座標 沒錯 那你放心 我們做四條 你不一定要很準確 你有四個area 我建議你都要做長方形 長方形很快 你猜到 這些座標大概在哪 因為你不需要很準確的話 那你那個motherboard 是怎麼猜的呢 譬如這個 你猜到這個座標 你隨便找一個圖像軟件 你滑鼠碰一碰 你就猜到 就算你猜錯了 你差一點點 沒有什麼所謂 你是一個area Sorry 我先講解了功課 你問得太快了 鄧浩然 剛才那裡 大家同學最沒什麼問 這個 好 如果沒什麼問的話 我們講講功課要做什麼 這份功課我們先示範 譬如我鍵下來 這裡出了個CPU socket 哎呀死定了 有答案 我鍵在底板的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要顯示底板上高的零件的名字 給我聽 可以不可以 顯示那個零件的名字 譬如你鍵下去 這個就是CPU socket 這裡會顯示 SIR 它不是可以在新一版 在這裡顯示的 你們上次做過image slices 就認識的了 那就是會怎樣做呢 就是要開一個iframe 在你那份功課裡面 今次要自己做完整個網頁 這個HTML是最後一份 就是今次TASK 080 是玩HTML的最後一份功課 你自己拿回一個tampage 自己把照片放進去裡面 然後你自己看上一次image map 放回一個iframe的句子 這個target就是iframe來的 你要做四件事 所以你不用擔心 那四個座標都很快找到 你猜猜猜猜都可以 一個在七波多中間 全部都長方形 你猜錯了 沒有所謂的 在附近位置就可以了 行不行 只需要做這四種零件 當然這四種零件 在什麼時候學的呢 學computer hardware 大家讀電腦科的同學 都很容易會明白 什麼叫做CPU 什麼時候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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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楊相宇 是 電腦的硬件 是怎樣叫做CPU 那我就在這裡提一提 我們現在是去學 這是電腦的底板 那哪裡是插CPU 中央處理器 這個就是中央處理器 的Socket 插進去裡面 哪裡是你電腦裡面 要放一些RAM的記憶體 要放一些RAM進去裡面 就是這個位置要放了RAM OK 插兩條RAM 就是這裡 哪裏是搏硬碟機的SATA 就是這四顆 你可以搏四個SATA devices 搏硬碟機、干碟機 那類的東西都是搏這個 最後 阿Sir 我特意買一部Desktop 的電腦回來家 我想加個顯示卡 或者我想加其他的網絡卡 去做router 那你就需要擴充槽 那這裡1、2、3、4 這四條都是擴充槽 這種擴充槽叫PCI PCI Expansion Slot PCI有很多規格的 有長有短的 我們不用管它 我們總之叫PCI的擴充槽 PCI Expansion Slot 就是這四條藍色 這四個是SATA 這兩條是電腦插記憶體插RAM 這兩條是電腦插記憶體插RAM 這就是插CPU 可以嗎 答案的位置都說了 所以大家只需要 把它加上Hotspot 加上Clickable Areas 就可以了 這張照片的大小是 800x6888 其實這些位置很容易 估計得到就可以了 好 對份功課有沒有問題 是最後一份功課 給我提示你 你是會加一個I Frame 可以嗎 這個位置是什麼 是一個I Frame 好 講到這裡 對份功課要做什麼 清楚嗎 如果你明白的 請你舉舉手 清楚 沒錯 這份是TASK080的功課 有問題的請你發問 有問題的請你發問 因為如果你又不舉手 你又不發問 我也不知道 應該叫你名字 逐個問號 還是怎樣 沒有問題 是 好 阿傑 怎麼樣阿傑 好 有人有問題的請你發問 我們接下來 今堂是最後一份 禮拜三 我們會再上課 你記住 我也是說一句 我們會 禮拜一禮拜三會上課 禮拜五和禮拜一 我們因為這兩天 比較特別 我們真的休息一下 但覆覆節節期很長 我們除了禮拜五 下星期一沒有上課 我們接下來 都是分135 我們還是剛剛做上課 大家都一樣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上星期三 開了一個新的項目叫做CSS 接著有幾天時間可以清掉以前的功課 講到這裏有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金堂是否簡單一點? 簡單 不過今天這份功課是比較簡單 但我沒有一個添加項項給你們了 你自己從頭到尾自己都起出來 以前也有一個添加項項給大家改一下 今次就沒有的 因為是最後一份 所以你自己整個index.htm做好 記住加上去的時候 你的資料檢名叫做TAS 080就可以了 裡面你的功課 記住名字叫做index.htm 記住要自己查一下看不看到 你看到了 你最簡單的方法是開手機查一下就知道 好,如果有問題就問吧 沒有問題的話大家就可以下課了 今天開心,很快就講完 拜拜,Sir 拜拜